哇,必须拍一条视频来补充一下 因为之前呢,我用那个煤气炉啊 就没有煤气 所以的话呢,蒸不了螃蟹 我移到这个电饭包来蒸 哇,现在已经熟了 大家看一下 哇 多漂亮 哇,好香啊 哇,那个蒸汽把这个手机都,颜色都变掉了 原来的颜色是很好看的 这个现场看是很好看的 哇,这个右边颜色的那个蒸汽 现在这个颜色是最真实的 最真实 哇 美味佳肴 美味佳肴 今天晚上 这一餐实在太丰富了 嗯 一只接力一斤的大螃蟹,大青蟹 还有青菜,香菜 这个是 八路妹啊 台湾这边叫八路妹 香港啊,八路叫上海青 还有圆溪 还有高丽菜 高丽菜 八路,香港好像都叫包菜 啊,然后还有白萝卜 啊,这个白萝卜是一个农民自己种的 好甜好甜 在台湾这边,白萝卜特别甜 特别好吃 吃白萝卜是冬天最好了 最好的时节 所以现在的白萝卜是最好吃的 建议大家多吃点 那么到了夏天就不好吃了,没那么好吃了 嗯,这个 今天清蒸这个螃蟹,我之前已经介绍过这个 料理的方法 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学会 如果没有看我的那个 那个料理的 料理这个大青蟹的 视频的朋友的话呢 可以去看回前面的视频 那么你就可以学会我怎么样去蒸 清蒸这个 螃蟹 非常的美味,非常的好吃的 哎,说起来,说到好吃马上要试试看 试试看 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自己做螃蟹了 所以那个,到底这个 呃,功力还在不在,不知道 先试试看,哇 好香,闻到是很香 因为有那个香油 就是我们说的麻油,芝麻油 哇 嗯,哇 简直就是人间级品,哇 好吃的不得了 啊,你不相信的话呢 你可以尝试用我的这个方法来去蒸 然后,包你吃过一定会赞,赞,赞 返回来,我的视频来给我赞 吃过好吃的话,一定要返回来给我点赞咯 哦,还有呢就是 哇,这个时间要掌控的刚刚好 这个肉就不会太烂 或者,或者太硬 我现在,呃,这个时间刚刚好 这肉质刚刚好 不硬 不软 非常适中 好吃 哇,来享受我的丰富的螃蟹大餐了 这条补充视频,小视频,短视频到这里为止 干杯 哎,我还有啤酒 忘记 这个啤酒是 波克金 味道感觉没有那个 德国的那个 呃,我们叫喜利的啤酒啊 台湾叫什么 啊,忘记了 没有那个好喝 哦,对,我这里 海尼根 海尼根 对,海尼根 没错 海尼根 海尼根 没有这个好喝 建议大家喝海尼根 因为价钱相差不多 差不多 价钱没有相差太多 好,干杯 吃螃蟹啦 好,干杯 啊